我们为呼噪的新闻 装上笑弹 为你以贴地的方式 畅谈时事 Chill好谈 大家好 各位听众 又到星期五晚的Chill好谈 在自育未开始之前 我的坏消息带给大家 就是我们主持人当中 有一个在上一年我们失去了一把声音 但是非常之幸运到二三年 我有一个起床告诉大家 就是那把声音回来了 好,就去介绍自己先 大家好 我是已经过去的2022年新游的孖山自己 2023年的新人新游 第23号 我每年都新一次的 我是书仔 我是阿乐 我就是阿水 好了,那今天我们讲的是 就是这一段时间在报纸中 看得几密 有一个不知是否年轻无罪 他觉得自己 一个年轻人 就在屯门做了一件 就是潜无古人 就是 未见过的一件怪事 他就有年轻人 就觉得他很棒 很激 那当然 就是稍为安全 连长一点 成家垃圾的人 就觉得不用 是吧 究竟你为什麽呢 究竟起单是什麽呢 阿乐 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年轻人的 狂妄片段呢 我有看这段片段 他这段片段是有海陆空套餐 是吧 不如 那你鹿是什麽 鹿就应该是轻铁那件事 轻铁 没错 那就是呢 早前呢 今集有条影片 就做了出来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 和他朋友呢 就在屯门跳了上轻铁上面 捉住车顶一件事 都不知是什麽 因为我不太懂 那他两个就很兴奋 期间就不断 在那里爆粗 VVVVV 又是Let's Go Wow 他自称是屯门界的KOL 哈哈 应该是 其实这单不算鹿 他车顶是离地的 这单算伏了 伏了 海复空 伏了伏了 那他两个呢 就在片中 就说为大家介绍屯门的夜景 那他真是很成功介绍到 他夜晚的天色的 就是风景就不太介绍到的 那接着呢 他两个呢 就去到使用这个屯门站的时候呢 就在车厂里一跃而下呢 接着就跑跑跑跑跑 立刻就跑走了 那这个就是 阿乐刚才说的 海陆空的六片段 就是这个 轻铁了 那第二个呢 海酒应该是城门河 城门河 城门河 你们有没有看过呢 有啊 很震撼 很震撼 震撼了这些什么 很震撼 他竟然是喝了城门河的河水 吞了下头 拿来 他拿来驱风 我一口全部都是沙门氏菌 不是 他做的事 令我想起呢 是 印度 又有炆车 又喝河水 很神圣 整件事 在一个 如何落后的地方的生活 想不到来到香港 是一种刺激 真的不得了 至少人家的行河 是活水 会流 城门河 是活水的 是的 那个海的就是 他们有一条片 有一个导致的 就叫做 《激战城门河龙洲队》 又是这个 这位自称是沙田最红的KOL 唐嘟先生 他就跟他们几分坐这个 捐个 吹气象皮艇 吹气象皮艇 就在城门河那里捐出去 就形容自己这件事 就是王朝飞船 他还帮自己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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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波前 他还拿个瓶 去倒城门河的河水 当然不是我们经常见到 最骯髒的那一段 接着就很口渴 就喝了河水 又扮模仿一位歌手 接着呢 他就很厉害 他就一直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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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他猜猜猜猜猜猜到晚上才完成过这个旅程 这位年轻人 其实他的胸位也很厉害 正常喝一口应该被失禁了 他也相遇 但它是第一章,很明顯是因為河水搞到它有第二到第三章 進入了路,真是液菌進入了路 我覺得那段影片中途其實都比較危險 他說那艘船差不多去到河中央位置 剛好看到一個蛙艇的船剛好經過了 之後聽到那些人不禁笑他們 那艘是龍舟 你覺得他可怕嗎? 其實很危險,如果有人不想撞到他的沉船 整個城門河也很闊 你看片段跟龍舟的距離都很遠 所以我不明白他跟龍舟激戰在哪 就是同一條河 迎面的,不是兜花的 人和工具,大家看看誰比較硬 不是的,他在餐的時候也有一些很厲害的訊息出來 他跟他的朋友說 組成這個王朝海軍陸戰隊 雖然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由他們引導的,不是引發的 俄羅斯還是烏克蘭也要聽他說 不要開玩笑,有沒有聽過蝴蝶效應 一個城門河的一口水會引發世界大戰 在亞馬遜河還是哪裏的一隻蝴蝶拍翼 都不知道在哪裏打風 他就是那隻拍翼蝴蝶 他們餐艇的世界大戰不出奇 真厲害 反而這一宗是智商多於他人 大都不好 是智商問題 是智商的 智商問題 幫他那隻艇仔改了名字 名字我就不說了 是一位小小的警員的名號 就免得開名字了 那個不可以叫警員 通常叫魔警 魔警 魔警號 那麼海陸兇,剩下兇兇 兇兇 兇就是 我記得他是為了看維港倒數的景色 而攀上一個天性上面 我有看過小小靜 他單手做引體上升 是啊 真厲害 他還要開頭片 播片的時候 他就說 我都遇到危險 不過你看到我上載這條片 應該知道我沒事 真的播放了上去就沒事 如果你出了事 那就變成了遺言 他誇張到第二早6點 再爬上一次天性那裏 跟大家說早晨 2023年1月1號早晨 都是單手 昨晚沒有跌下去 今早早試多一次 是啊 他拋了兩次 試不真 是吧 但我看過他IG 他都很多這些 誇張 如果難聽說 他真的要動 停不了 極限運動 極限運動 在他們眼中覺得大膽 在我們眼中覺得無腦 是 在樂眼中應該是厲害的 是吧 有些是厲害的 真的在欄杆自己練習 那些新手 那些無雙大雅 那些欄杆又不會斷 斷了自己 斷了自己 可能是他自己 但是你說 賞輕鐵都很 如果不好才 碰到電線 那些電線 真的有一塊黑色的東西 埋葬了 還有如果是不小心 我沒有什麼物理常識 物理知識 會不會去鋪到電纜 會傳電電到車廂上 因為正常的車廂是有一個隱電 有一個接駁位 拿電 那裡應該是設計過安全 但是如果不是經過那裡去拿電 那些電 那些電經過的人接觸到 會不會電到車廂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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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有些物理知識的讀者 聽到之後 聽到這些問題 留言 回答我 讓我學習一下 是嗎 但是不要緊 很明顯 因為他應該是小時候都被電電 小包變成大包 港鐵事件就爆紅 港鐵 就是輕鐵那邊有報警 最後都有人問上門 他一定被人抓了 是 抓了 但是他在他的IG上 有表態 他就分享那些新聞截圖 又說太青春了 他又說很感謝支持和批評他的人 以及指香港人接受新事物的視野 教他的想像更加廣闊 有指他現在相關的行為是經過 思考和計算 是的 即是他有考量過的 刑罰他說他已經計算過 大概是五位數字 就是不知道他怎麼計算出來 之後他還有一個更新版本 在這個限時同態度有說到 他就說 坐幾個月牢 多了萬幾個Followers 聰明 最重要是什麼 楊明立萬 是 你舖還不拋頭露面 是的 但是他也有寶具 他說那些粉絲最喜歡看人家PK的 哈哈 他也明白的 那麼 他又五位數這件事 就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覺得 但是有大律師陸偉雄曾經表示 在這個簡易程序自序條例裡面 進行任何遊戲或者消遣 而對居民或者路人造成這個煩擾 或者在公眾地方進行任何遊戲或者遊蕩 以至該處造成阻礙和形成圈鬧的集會條文 其實呢 就可被判罰款2000元 還有籌三個月而已 但是 如果你闖入私人的地方 例如天秤 有破壞的行為 那 罪行就會更加嚴重了 最高的刑罰 是會判刑14年的 是刑罪嗎 簡直是 不是 他說 若闖入私人地盤攀爬天秤期間 若有破壞鎖頭 即是你有破壞鎖進去 你不是走進去 就是walk in 沒有東西阻礙你進去 那就會有機會干犯入屋犯罪中的 有關非法損壞該建築物或其內的任何東西條文 最高刑罰 可以判刑14年的 但也不是未出過事 大家都知道 大家有看新聞 在這個 極限運動的人 沒錯 在去年的8月15日 有一名陽性的中午學生 就在下午三點鐘 在樂道那裏 有一幢大廈 就和幾名朋友在天台玩這個極限運動 期間 在跳跳跳的時候 意外墮樓身亡 最後是由這個低層的住戶 報警揭發的 希望各位看完心躍躍 或者看完覺得很興奮的朋友 真的不如翻桌一下 這宗新聞 才再決定是否覺得正 還是怎樣 還有別人做到 不代表你做得到 剛才也有說 那個小朋友 有做單手引體上升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入門體能要求 就是這樣 我自己看 極限運動 其實在外國就很多年了 是 但是他們的建築物 和我們的建築物不同 我們是高得很厲害 所以他們就很喜歡來香港 其實內地也曾經有一個很出名的KOL 武力 放手 他最後是支撐不住身體 獵犬中威山上喪 是 大家都看過 有可能看過那條影片 看著他墮樓那一刻 是 建築物高度都不同 即是 你說如果在公園那些欄杆 或者是 那些山上跳跳跳跳 都沒有那麼嚴重 但都嚴重了 可能會受傷 是的 但是你 香港的樓真的高得很厲害 越起越高 你在那些地方跳跳 基本上你一失手就再見 還有你都沒有什麼事前準備 你可能今天飲完城門河水 明天爬天秤的時候 突然搞肚痛 都不知道哪邊用力 用力封鎖著竅門 還是給點力在手上 在兩樣取捨下 你一計算錯了 那就大件事 即是哪樣都不好 哪樣灑了下來都不是那麼好 不是自己就是 不要害人害物 如果你要練習的 就應該有些 例如說攀石 有正常去攀山 阿爾卑斯山 嘗試一年攀七峰 你年少輕狂 有些人是喜歡玩這些 我覺得玩命 你們就可以了 自己的命 是你的 但是不會影響到人 玩完人的命 即是你在高處跌下來 你紮傷人不知道 你坐輕鐵爬上輕鐵頂 你製造了意外麻煩的人 亦都不知道 是啊 阿樂你知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 好了 你有沒有做過些年少輕狂的事 我自己就試過 好像這個片段裏面的男生 就是參加船仔 在城門河 那裏 想要跨去對岸 就是四處走 是 但是 幸好那時候 都 幸好那時候 都覺得有點危險 最後 有兩個警察在河的旁邊 就叫我快點上來 我們就聽從警員的話 就上去 就及時結束了這一場鬧劇 你這麼聽話嗎 你不跟警察叔叔說 條命是我的 我沒有 我當下那一刻 其實我知道危險 因為我本身自己又不懂游泳 都是跟朋友 好像片中的三五支機 可能有些貧貝的效應 覺得好像很帥 很帥 誰知道出到河中央 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很深的水 才知道自己開始害怕 幸好那時候 有警察提醒我們才上去 你玩得這些 你不要害怕 你當時應該撈一口城門河水 喝一喝就撞一口 是聖水來的 影響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城門河中心 那一刻臨到差不多 是不是很深的 因為我沒有去過 其實 聖門學是有多深的 我真的不住 我沒有考究過究竟有多深 但是至少也有十幾米 我估計而已 以前是可以淺一點的 因為污染得厲害 多於泥 但是政府偶爾就挖一下 挖越深 那蘇仔呢 有沒有做過年少輕狂的事 我自己 現在就是最 不是 不是 有的 小時候有的 小時候 一暑假就經常去石澳 那時候 不懂得游泳 學了幾天 好像懂得游 跟朋友去游 游去浮河 越游就越深 但是我真的不懂得游 游到差不多 雙手已經動不了 很硬 然後 然後拔到浮河台 糟了 這樣怎麼走呢 救命叫人家帶他回來 不是 不是 扔一下手 拉一下筋 又好像可以了 這個是最愚蠢的行為 是啊 很危險 然後再繼續游 游到中間真的不行了 整個人都很硬 你是不是鬼折油 不是 抓蝦 不是 你上岸之後 即是你現在還在 你現在還在 有沒有手印 有沒有看到魚 是魚的手抓住你 沒有 沒有 硬了是什麼意思 即是 那些肌肉是 全身手腳 對 腳都脹了 是不是看到旁邊的美女 好像做健身 然後到極限 你游得很行 是不是看到旁邊的美女 所以硬了 沒辦法 沒辦法 幸好有人有波波 波波 那些 扶板 還有水泡 還有TVP那個 波波 然後我 有水泡 我都游不到 然後他要扯我回去 如果不是很大 你們真的很幸運 但是也是暑假的 是暑假 即是八月 即是零零七月 應該還未到 這個不知道 哪個攤 很遠 不是 我真的想問 阿游 是不是每個攤的岸和浮台都一樣 不一樣 每個都不同 那個很遠 疼我那個 疼我 疼我 但我不敢游 因為我試過一落水 有個膠袋蒙著我 對 很多垃圾 我馬上說不行 受不了 我還要在後攤 我不是在後攤 我在前攤游 阿游有沒有 都是類似阿蘇仔那些事件 那時候我不懂得游泳 跟兩個朋友去 兩個朋友都不太懂得游泳 但聰明我一點 年少輕狂的是他們 我不是沙灘 我去泳池 泳池有時候 泳池有時候有些防波 快線 快線 是練習的 我兩個朋友在大池最深那裏 2點幾米 2點幾米那裏 就游了出去 抱著那條浮繩 以為在那裏浮一下浮一下 好玩 再回來 誰知隔壁那幾個年輕人走來 游捉那幾條浮繩 不斷按 那幾個年輕人懂游泳 他們不斷按 按到我兩個朋友 差點浮 魚膩 魚膩 對 然後 你知道年輕人要面 他們又不肯高虎救命 不叫救生員來 是只有我看到他們 看到他們這樣的情況 救命 你就是甚麼 回去洗澡 看看明天新聞 看不見到他們 我年輕人都講義氣 我只想新聞看不見 即是沒事 我就衝出去救他們 嘩 你做這麼厲害 那你會不會有些糟糕 你這樣衝出去 我衝出去 我就去到他們 就到他們的位置 那邊的 我就吸一口氣 潛入水底在水底 托著他們兩個 然後走回去淺水區 嘩 超厲害 一個救兩個 這些才叫型 這些就是年少輕狂 我自己也不會死 因為我也不會游泳 但是應該還好 也不是 如果你沒有正規學過游泳 有些人一個課也游不到 強行游的 很明顯出事就是那些 好像我這樣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有些人簡直說 我不靠邊 一累就拔邊 但有些人說我明明游不到 他就偏不游邊 我試過有個朋友 游一個台很辛苦 有一次他強行 譬如可能還差50米 可能去到還有十多米 他繼續強行游 我們一靠岸一看著他 他流鼻血 嘩 我立刻說不用這樣 厲害 游一次流鼻血 很難救 嚇到我 我也有得著的 我那次就是這樣救完 我不怕水 我就學會了游泳 哦 我還是一半半 下次跟我去 我上次就教了 沒有 我上次教人游泳 教了三天 他跟到我出浮台 怎樣呢 就是浸他 不是 教他怎樣不怕水 那麼厲害 咦 喂 差不多到時候 看來我不需要怎麼說 行了 你也要說 先分享一下 我記得什麼年代不要說了 就是我讀書的時候 無線 就是TVB 第二十一周年台影 我考二十一名 那怎知道 這麼不運氣到第二年 加了一天 即是二十二周年 我說這麼不運氣到二十二名 然後我媽媽 你是勞退步的 恥笑我 明年你不會考二十三 我就因為她的說話 年少氣盛 就用心思讀書 就在第三年 我就考了進步獎 考入十名之內 這就是我最年少輕狂的故事 各位 這個不是年少輕狂的故事 好像見高的人問你 你有什麼缺點 我的缺點就是太勤力 剛剛這段 麻煩你剪掉 喂 我整個世人 很少有這些 這麼狂的時候 大哥 搞錯啊 你們和我做同事 都知道 很少看到她這樣 如果聽到 完全接受不了 我們有說真話 我也是真話 你今年考試就好 五萬五名了 我又沒有 現在一不少班教學 全級計算差不多 各位聽眾 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大家都覺得 這個年輕人做得不太好 柳哥一言 勸一下他 或者警示一下 或者你覺得要罵醒他的 就 輕手一點 給一個機會 一個年輕人 他又不是做什麼 做間飯科學士 但都是愛惜自己的身體 是很重要的 而且也要勸一下他 像水哥那樣努力讀書 是啊 後十名之內 十名之內 進步獎 但是有一個很厲害的彩蛋 就是那一年 進步獎 就 skip了 不在台上班 就在班房上班了 算了 哈哈 這個是我很隱瞞的 看你不起 我一輩子 唯一一次可以上台 拿張他 skip了 就在班房上班了算了 沒錯 不要緊 各位聽眾 多謝你們今天的收聽 各位拍檔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又要和各位說聲 拜拜 拜拜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幫我出聲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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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